酒后空虚寂寞 魔术师弄了骚扰保险员 小有名气的魔术师Seven竟被指控是个变态暴露狂 台中市这个23岁已婚的保险员蔡小姐 去年在及时通讯软体默默 受到昵称Seven674男子邀请加入对话 对方表明自己是知名魔术师 我人其实很好,只是很色而已 你算半个工作人物,这样不是很好的示范吧 接着进传送不堪入目自拍犬罗罗照 后来还变本加厉,传送特写漏鸟罩 你是有破误狂吗 压力大失忧,还有一些变态的癖好 不可否认这些都是我做的 很寂寞的时候,过完酒 我会做出一些错的事情 然后我愿意承受这样的后果 就是刚好我命 也对这位女性的朋友 真的跟她道歉真的很对不起 可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所以我很非常的熟悉 在舞台上要表现的方式 可能让人家觉得说 你好像有点过嗨,还是有点太有 可是私底下的,我绝对是很真诚 那么多了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